你知道当唐三成为海神后 他的两位父亲结局是怎样的吗 我们都知道史莱克七怪 能有今天的成就 唐三绝对占了一大半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唐三对自己人绝对是重情重义 更别提他的两位父亲了 唐浩对他有生育之恩 玉小刚对他有教育之恩 曾经在唐三的母亲献祭后 为了保护还是一二的唐三 唐浩只能带着他来到了圣魂村隐居 当唐三觉醒双生五魂后 他便开启了求学之路 这一路上唐浩一直暗中保护 先是唐浩找到玉小刚告诉他与唐三的关系 接着就是赵无极欺负唐三被唐浩暴揍一段 然后就是在全国精英大赛期间 唐三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唐浩出手相救 这些都足以证明了唐浩对唐三的爱 唐三也是没有令他失望 先是帮他恢复断肢断腿 然后又让他成为了神级强者 后面更是成为了斗罗大陆的未免之主 这些全部都离不开唐三 再来说一说玉小刚 我们都知道没有玉小刚的教育 也不会有唐三的经典 他真的把唐三当成自己的儿子了 付出了全部的心血 而唐三也没有让他失望 我们都知道玉小刚的武魂 是变异武魂罗三炮 也正因如此他的魂力等级 始终无法突破四十几 然后在唐三的帮助下 成功突破了多年的瓶颈 最后结局甚至成为了封号斗罗 真可谓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好 好 好